Zither Harp 山的那边有几重山岗 海的那边有几重海洋 只有比天大的心知道答案 心在天边 天在头上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想不见自己 就是对方 泪水汗水指向着 太阳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说一箱 说一箱 说年年记忆的月明月暗 我都是梦里天远 如何入场 说前尘 说过往 说随随记忆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流光 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说一箱 说一箱 说年年记忆的月明月暗 我都是梦里天远 如何入场 说前尘 说过往 说随随记忆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儿婶 我的鞋呢 来了来了 把鞋拿给我 老夫人 杨大小姐吩咐的 让您老躺着歇着 那我民呢 大少爷呢 他们在哪儿啊 老夫人 老夫人 杨大小姐说了 等外面一切准备好了 再请您出去 我问的是 里面的二爷和大少爷 他们在哪儿 他们 他们这就回来了 带我走 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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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您别着急 来来来 您先歇会儿躺一会儿啊 别着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儿太 没事 你马上去回话 告诉林公子 让他把灵鹫先停在那里 等什么时候 我叫启灵再启灵 是 你们几个人 去跟林家的人商量 马上布置灵堂 要布置的气派风光 不能草率 缺什么 立刻去添办 是 大小姐 老夫人一定要吵着见二爷和大少爷 光着脚尖往外走啊 莲儿 在 我带来的送给老夫人的药了 我已经放好了 你赶快把它找出来 好 奶奶 来 来 您把奶奶的鞋都拿哪儿去了 好 好 来 奶奶 来 你们呀都到外面等一会儿去 让老夫人安静一会儿 好闺女 他们不敢告诉我 你告诉我 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奶奶 您呢先在堂椅上坐下 我有几句话想要问您 然后 我再告诉你 好 好 奶奶 我不服您 您自己 在这堂椅上坐下 行不行啊 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 好 奶奶 当年朝栋的阿公被人害了 朝栋的阿爹又关在牢里 生死未卜 那会儿 您是怎么听过来的 对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二叔中的事了 您答应我的 先回答我 好 先回答 天塌下来 有地盯着 奶奶 你说得好 任何时候 天塌下来 都有地盯着 那我 也告诉你 二叔他已经 死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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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呐 二婶 来 快去拿水去 快去 拿水去 爹儿 把药给我 这儿 在这儿呢 好 去把条庚拿来 条庚 快点 来了 来 来 老夫人 来 喝水 放声 大小姐 我跟你们说 等一会儿奶奶醒过来之后 你们几个一定要放声地哭 要赢得奶奶哭出声来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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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奶奶 你要哭 就要哭出声来呀 奶奶 你哭 奶奶 你哭出声来呀 奶奶 哭出声来呀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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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啊 你为什么不出声来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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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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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ПЛОДИСМЕНТЫ 你怎么就不幸福啊 张芳媳妇啊 人死不能复生啊 料理后事要紧啊 大家都在等你做主 你得挺个猪华士 张芳媳妇都为扎备做主嘛 昏灵是在外面顾去的 最赶紧在大门外大个灵魂啊 你老实说 不让他紧服 不 不是不让他进屋 世世代代 在外面过去的人 都不能进这个大门的 这是祖上留下的畏惧啊 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 怎么死的 都是在外面守楼于恩啊 于恩还不能进家门 几位书公 事情本应该 遵照规矩的 可是 有时候也是可以变通的吧 总不能让二叔 和二婶 一个在外面 一个在里面办丧事吧 那也就将老二的媳妇摆在外面来吧 父亲 今天 各位长辈能来的都来了 晚辈能来的也都来了 现在 当着大家的女人 我们说几句话 不怕惹事的 对我说完了 留下来 我给林家谢谢 怕惹事的 对我说完了 我们可以走 我们林家 绝不怪罪 我儿子是朝廷的功臣 对台湾 为了这个国家 多少次出生若死 将一张眉色 不见一张眉色 我一张眉色 从那晚 但没有要朝廷一点风雨 想本本纷纷 在家里做天 我一个御事无人 本来被他们败死了 害她的人 还有台湾的大国 还有福建的大国 不管他们是谁 不管他们曾经害过多少人 他们不敢害他 害他 我一定要有报应 让我做按摩的手里 你一定要逃回来 我既然跪行 我就到北京城 不察远不行 我就到乾清宫 儿子的冤一定要深 他人 一定要受到惩罚 现在你们把他的灵鹫抬进去 停在大厅里 他都会一天不深 我就一天不让他出这个大门 你们大家都听老夫人来 把他给抬进去 启灵 胡闹 三分五次地跟你们说 以平息为主 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 他 一个三品的总兵 一个四品的倒台 既不上奏朝廷 也没有王命棋牌 竟敢杀了一个济明的副将 还是龚宝帝的人 你们说 你们说吧 怎么办 说呀 丁承剑 打人问话 他们闹得太凶 奉上欲 陆营出面去阻止他们收税 台勇却打上了陆营的官兵 抓了几个带动闹事的 李文明竟放火烧到台衙门 曾副将曾阿善出面阻止他们 这 可林文明他有毒枪开枪 曾副将这才开枪打死了他 是曾阿善杀了林文明 是啊 你和哈大庆没有出面 没有 你们也没有指使他吗 没有 那立刻将曾阿善抓起来 大人 丁大人这话不对啊 奉上欲阻止台勇收税 是你叫曾阿善去的 曾阿善去到台衙门 跟林文明干了起来 当时你不来阻止 现在把事情全推到他的身上 你和我还要不要这张脸呢 再说 当初平定福建海匪 我们福建官场没有一个人立功 已经够丢脸的了 现在有了过错 又把责任全推给下属 我们这些人的脸已经丢尽了 大人 真要抓把我也抓起来吧 这么大的事儿 让一个下属去担罪 实在让天下人耻笑 既然哈总兵这样说 我丁某也就捅开了说吧 你和我为什么去台湾 还不是因为朝廷欠想 翻库里又拿不出银子 林家自事有功 台勇仗事闹事 这才叫我们去办这个恶差 受命于危难之中 我们不也是为了朝廷 为了福建各籍衙门吗 上雨下来了 我们奉旨办事 不得已才酿出了杀林文明的事情 现在人已经杀了 总得有人先把事情顶起来吧 人是曾阿善杀的 他不顶 是由你顶还是我顶 林文明如果真杀错了 朝廷派人追就下来 你和我根本就担不起这个罪名 福建各籍衙门也担不起这个罪名 林文明如果没杀错 先由副将曾阿善把事情顶起来 以后再慢慢分辨有何不可 现在好了 你一刀做起了君子 我定之剑倒变成了小人 中腾大人 翻台、涅台大人都在这里 事情已经如此 我们奉旨办事是错了还是对了 如果没罪大家都没罪 如果有罪 我定之剑该当何罪 其他人又该当何罪 在这里都说清楚了 三堂会审 大家也好有个说法 终成大人 丁大人既敢认罪 我有什么不敢 奉尚玉叫我们台湾陆营 阻止台勇收税 是丁大人派曾阿善去的 没跟我说 我没去 可是台勇打了陆营兵 抓台勇是我带兵去的 杀林文明的时候我就在后堂 这些罪有多大 忠诚大人 该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 如果不能发落 朝廷要追究的话 就由我一个人顶着 忠诚大人 刚才丁大人他们说 那个老告命要告状 可摆着我们福建 这么多衙门不来告 却要进京去告狱状 这就摆明了 他要告的不只是台湾的官府 而是要把我们福建的官场 全都给告倒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必须将这件事的原委 立刻上奏朝廷 台勇们强征国税 商家告到了御史那里 御史上了折子 朝廷发了上誉 这才由了台湾官府和陆营 阻止台勇征税 奉旨办差 这一层应该没有错 那台勇桀骜不驯 竟敢抗上誉而伤官兵 哈总兵当然要抓人 这一层也应该没有错 林文明身为台勇的官长 不但不约束不下 反而纵容他们闹事 甚至火烧到台衙门 这是什么 这是兵变 这是造反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台湾官府和陆营 将他名正典型 何错之有 至于事先没有情旨 但是其走夜之间不杀他 就可能酿成巨变 这一点想必朝廷是可以谅解的 如果因为那个林家曾经有功 受到过朝廷的褒奖 就可以上违国法下扰地方 那我大清国这么多有功的人 到头来你闹他闹 一个个都效仿起来 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忠诚大人 你说班太大人说的是很透彻了 可这是毕竟牵涉的公宝地 按法私针国税火烧倒台衙门本是大罪 怎么处置他们都不算过分 但林家毕竟立过大功 这点要分清楚 要不然朝廷也不会答应 只有把功过都分清楚了 奏折报了上去朝廷才会体谅啊 好吧 那就立刻上折子 就按你们的意思去写 不过折子怎么发以谁的名义发 你们想好了吗 当然是由忠诚大人领衔 我们大家署名啊 糊涂 上回台勇抢征国税 就是敏浙道御史上的折子 这次我要和他联名上奏 折子写好以后速速去找敏浙道御史 我要跟他共同领衔 是 你们拿起来吧 你们即刻回台湾 既要防范台友闹事 又不能激出新的变故 尤其是对林家对老告命 绝不能再伤害 不能有任何事情出现 一切等上御下来再说 是 回去我们再多多联络 那好吧 就这样告辞 告辞 大人 属下还有件事要并告大人 说吧 福建那个大商人杨智 现在也在帮着林家对付我们 杨智 不会吧 杨智 你把杨智交到我那儿去 说我马上要见他 是 你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 那这么大的生意 你还怎么管呢 老杨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中过秀才的人 这大清国的礼仪和规矩 你是知道的 曾广尚就说过 杨子不叫如养驴 养女不叫如养猪 一个女儿家送到英国去上学 养成一身的养仪之气 回来之后又抛头露面 什么事都管 这 这长河体统吗 大人 是不是还有什么生意上的事要谈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生意的 是让你管管女儿不要躺这道浑水 李鸿章李大人 从北洋水师派人来了 还有笔生意要等在下回去谈 大人如果没有什么生意可谈的话 那我就告辞了 那 至于我的女儿我会管 用不着大人操劳 告辞了 你 你 什么东西 仗着有几个臭钱拿李鸿章来压我 热极了 老子抄你的架 要说啊还是我们家老爷可怜 一年到头风里雨里撑着这么大一个家 家里人帮不上忙也就罢了 真不应该再添乱子 要说是生意上的事做杂了也情有可原 瓦罐难免锦上破 有赚也就有赔嘛 可这事儿与我们家毫不相干呢 闭上你们的臭嘴 我告诉你们 从现在开始 谁要再敢背后说大小姐一句坏话 马上卷进铺盖卷儿 离开这个家 就算她是千金小姐也不能整天这么折腾 将来那天把咱们这个家折腾完了也就 闭嘴 来人 老爷 把她的东西马上给我搬出去 今天就送她回娘家 老爷 老爷 太厉害了就这么张嘴 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心样 是呀 饶了他吧老爷 他就马上给我闭嘴 老爷 你们打量着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个个整天在背后搅舌头 钻机 恨不得把大小姐撵出这个家 你们好把这个家分了是不是 我可告诉你们 这个家是我和大太太一分一力挣来的 大小姐就是拿她妈的一份也有一半 怎么着 就成了你们的眼珠钉了 好 老爷 我进这个家早 大太太是我伺候过的 我怎么能不知道她的辛苦呢 就不说大太太了 冲着老爷您膝下就这么一个骨肉 我们几个就是再没有心肝 也不会有排挤大小姐的心思 是啊老爷 老爷 我们没有啊 几个人有事说说 也都是女人的嘴没遮拦而已 老爷 您千万别多心哪 是啊 老爷 别多心 没事 我们没这儿 马上给老爷认个错 快 对 快认错 快快快 都是我不好 都给我回去 是 是 老爷 快 老爷 快 先不要管这些 都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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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爷 杨七 老爷 李中堂北洋水师那批货 都装好了吗 昨天已经开始装了 今天可能装好了 装好了就启悦 这一趟你去 到了天津交了货 马上去一趟北京 去找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占主事 就说我拜托他 请他到公亲王府打听一下 朝廷对台湾乌丰林家的态度 和今后怎么处理 对 打听清楚了 你就坐北洋的船 快点赶回来 然后 你带一万块县羊到台湾 交给大小姐 转送给林家 就说 这是我的钓仪 然后 就陪大小姐立刻赶回来 大小姐要是不肯回来 那就说我病了 是 去吧 我是保你的 何大人 樊台大人 他们都是保你的 大家这次对你不顾一切 按上玉办差都很满意 这件事已经有了定论 林文明和那些台俑 他们是兵变 是造反 你杀他 是杀队了 以后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胆地扔下来 不要有什么顾气 这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属下既然做了这个事情 就绝对不会反悔 这个请大人你放心 我有什么不放心 何大人和敏着道御史 樊台大人和涅台大人 他们联名的折子已经上去了 等上玉一下来 你就是功臣 接下来呢 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严密防万林家 和那些闹事的台俑 只要他们敢闹事 你就严厉抬押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事 还有件事 我得提醒你 大人您说 在巡抚衙门 哈总兵把有些事情 往你身上推 对这个人 你不能太相信了 也不要靠得太近 老子一枪崩了他 在巡抚衙门 他狗日子把你给卖了 老子跟他争了起来 现在反倒推到我的头上 鲁兵大人 您不必动怒 我不会相信他的 老子真要这么做了 还管你相信不相信 实话告诉你 从那跟着七爷开始 咱们这些人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讲义气 像丁之剑这样的小人 要是撞在七爷的手里 早就扔到河里为王吧 这狗日子的东西 朝廷不追究便罢 要是追究起来 他头一个跑不了 大人 我是台湾总贞的副将 要论关系呢 我是您大人的下属 杀林文明这件事 我既然做了 将来一旦追究我就敢担 可是他狗日子丁之剑 做出这样的事情 属下实在不佩服 大人 有件事我得在您这背个案 大人 将来一旦追查起来 还请大人替我说句话 有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大人 那丁之剑毕竟是我的上司 属下给上司做什么事也是应该的 可丁之剑他今天 我 我凭什么还给他担着呢 好吧 这个东西先放到我这里 到时候我自然会替你说话 好 谢谢 老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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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你回来了 来来来 你把那个酒拿来 爺 这一坛酒已经喝完了 那一坛还没有泡好呢 没泡好 没泡好也拿出来吧 来 爷 我已经想了 不是你的事 是我的事 我是个命薄的人 不能为你怀的孩子 你犯不着老往自己身上想 我已经问过郎中了 这酒喝太多会伤身子的 什么伤身子不伤身子的 只要你给我怀个儿子 我这条命啊 就可以交出去了 爷 你得往好处想 这林文明他不死也死了 你这是奉命办事 如果这样杀人都要偿命的话 那么多出红差的官员 他死十回也不够啊 阿翠啊 你知道什么呀 我这不是出红差 我是出的黑差呀 那林文明就是我杀死的 当然也是丁之间他们要他死的 妈的 妈的 没杀他的时候吧 我心里老是传着恨 可是杀了他们 我又觉得他不敢死 他不敢死 你说我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你只要给我生个儿子出来 也就是我曾家 祖上还积了德 去拿酒 去 去拿酒 去呀 去呀 我累了 来 给我啊 奶奶 您在二叔的屋里 已经睡了六天了 可是 可是 为什么 他也没给您托个梦 会不会是 二叔 他也不想您到北京去告状呢 是不是 你也不赞成我去北京告状啊 看您老说的 我说的是二叔 您就想到我了 他会来看我的 明天就是他的头起了 他一定会回来看我的 您就这么有把握 照顿他阿公过去的时候 来看过我 照顿阿爹过去的时候 也来看过我 他不会不来看我的 见他一面 我也就好上路 去北京为他申缘了 姑娘 你已经来了第六天了 他二叔过了头七 你也就该回去了 奶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家里 有我阿爹在那里撑着呢 我可以在这里 多陪您几天啊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就是再陪我 等我去了北京 我们还是得分手啊 奶奶 您想过没有 您要是去了北京 这个家怎么办 公宝地还要不要盖 我来 那么多太佑 那么多孤儿寡妇 谁来管 怎么管 丁之剑曾阿善他们 要是再来找麻烦 朝动他们 又怎能对付得了呢 其实我也想过 其实我也想过 我这一去啊 或许就回不来了 这个家 或许会闹出更大的事来 甚至 这个家就没了 可是 我不能不去啊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 对得起朝动的阿公 对得起朝动的阿爹 也对得起林家的任何一个人 可我就是对不起我这个小儿子 我这个做阿母的 没能呵护她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我离开了 我要不为她深渊 我到了地下 我也没脸见她 姑娘 当你做了阿母的时候 你就会懂得奶奶的心情 我懂得 我现在就懂得了 在这个天底下 人都是自私的 只有自己的父亲母亲 是不自私的 当然 还有奶奶您 还有 一个好妻子对丈夫 也是不自私的 这 阿翠啊 有件事 我从未对人讲过 但我要告诉你 爷 什么事 也许哪一天我就被害了 丁之谦要我的命 坐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你知道吗 当初我是受不了林家的气 才跑出来跟了丁之谦 没想到我是跟错人了 不过丁之谦要想害我也没那么容易 今天我就模仿了他的笔迹 写了封信交给了哈达庆 我还要继续模仿他的笔迹 再写一写信 这些信 你要给我收好 万一有一天我遇到了什么无测 你要把这些信交给林家 爷 既然这个关那么难当 咱们就不当了 我把这些家当全部都卖了 你带着我去其他的地方 咱们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那样的日子 我是不会过的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当初我也不会跑出来了 阿翠 你要是害怕 你就一个人先走 爷 我是个贱苦的女人 我怕什么 我只要能和爷在一起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来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辈子有谁对我好过 我阿公不是 我那个妹妹也没办法对我好 想来想去 只有凌文查他阿母 对我还不错 可说到底 他也没打心底里疼过我 他疼的 还是他的儿子 听说这老太太 这两天要去 去北京告狱状 我也想好了 吃早我陪他儿子一条命就是 阿翠 阿翠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对我好的 只有一个 就是你 爷 在这个世上 对我好的 也只有你一个 这就够了 阿翠 以后 不许往偏处想了 你能生儿子就生 生不了儿子 我这辈子 也只有你一个女人 阿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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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只有这么一辈子只要过了河不能回头 我知道人间无趣正不好走 也知道人间是沧桑不好受 但是花开已经人生已逝泪又算什么 哭又算什么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总要风经过雨 来过痛过也哭过 才能在岁月的门后 把那些心酸当作小谈说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总要风经过雨 来过痛过也哭过 最后一天 没 swords 在岁月的上半发 我遇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